哈喽大家好,欢迎订阅,我是Tia,我现在在散步,然后我周围都是,都是树,看一下,本来我以为这边会非常热,但是好像还好,有海风的时候,然后今天阴天的话,温度的话,我觉得我,我是可以的,看一下,这在遛狗,前面是猪脸,OK,我走一走就已经出汗了。 啊,这个上坡有点累,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录视频了,今天终于得到一个功夫,给大家update一下,我现在呢,其实是在一个就是小岛上面,然后这个岛就是四周全部都是海,具体的地理位置呢,就是我左边是加勒比海,然后右边是大西洋,然后旁边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就是美国这种大岛,叫做波罗里哥,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然后我是在旁边的那种,很多的地方, 群岛上面,其中一个美数的小岛上面,在地图上面就是一个小点点,就是特别特别小,根本看不到的那种,这边就是有很多分散的小岛,看那边就是一个岛,有的是连接的,然后有的不是,然后我们找到一条小路,现在可以在那边散步,有海方吹还挺舒服的,就是这边的路是真的是不太好走, 然后这边有很多很多的芒果树,我们看到了好多芒果树,还摘了一棵,超级的大,但是都没有成熟,就是你摸上去看,它都是有点硬硬的那种,但是就是满树都是,满树都可以见到芒果树,而且还蛮酷的,如果你喜欢吃芒果的话,这边应该是你的乐园, 好,我们现在就已经回到住处了,然后这个房子外边有养一些小乌龟,你有看过乌龟吃东西吗,我觉得他们咬东西的样子,真的好可爱呀,然后刚才不是说到芒果树吗,就给你们看一下,就是芒果树是长这样的,就是它的叶子是种细长型的,然后我们这两天其实就是去了好多的海边,我印象最深刻的这个就叫做Megans Bay, 因为它的海底就都是那种细沙嘛,所以就是踩上去就软乎乎的,完全不会各脚,而且它这个海岸线是特别特别长的,所以就是即使有一些游客你也不会觉得特别的拥挤,然后海水啊,也很轻啊什么的,就一切我觉得都很美好, 然后之后我们还去了另外一个海边,这个海边我这个名字有点不记得,但是我很不推荐这个海边, 因为它底下全部都是那些渣角的石头,你看到那海水里面黑黑的,就是从小到大就是各种各样的石头,你走过去就是一顿滋发乱叫的那种, 然后我们去的那天呢,就是刚好是美国的独立日,就相当于是美国的国庆嘛,所以就有很多家庭在那边,就是聚餐啊什么的, 然后我们有遇到一只就是两个月大的小的小狗子,两个月大的小奶狗,超级的可爱, 然后你们肯定很好奇,就是岛上的居民都吃啥,然后其实因为它是美属岛嘛,所以我觉得吃东西还是很美式的, 就是一些可吉吃啊,一些意面啊,然后沙拉热狗,然后还有一些海鲜啊什么的, 就好像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对,然后自己整了一盘子,然后一边看海一边吃,就是还挺惬意的, 然后之后呢,我们就是有坐船出海,我觉得那一天是前几天的旅程里面最好玩的一天, 我们是去了一个就是无人岛,叫做Hans Lollex,我们是坐那种小快艇去的, 然后因为是快艇嘛,所以就是你知道就很颠,然后坐的时候就觉得有点稍微的有点小晕船, 然后你们现在看到正对面的那个岛,就是我们要去的那个岛, 大概开船的话可能也就是15分钟到20分钟的样子就可以开到, 然后这个岛比较有特色的就是它这个岛周围的海水,非常的漂亮, 你们看到现在这个颜色是完全没有加任何滤镜,就是纯手机拍出来的, 它的颜色就是像假的一样,是那种翡翠的那种蓝绿蓝绿的颜色, 真的特别的好看,然后我还碰巧看到一只蹄虎, 你们知道什么是蹄虎吗,就是那个嘴特别大, 然后能装好的鱼的那个蹄虎正在捕鱼, 就眼看着那只鸟,它一猛子扎到水里边, 然后就捕了鱼,然后又上来飞走了, 就是近在之尺,但是手机拍不出来的那种感觉, 觉得还挺酷的, 然后我们呢,其实就是把这个船停在了海中央, 然后自己游过去的, 这就是我们坐船,那个船停在海中间, 我们就是从那个船上面下来的, 我们现在在一个无人岛上, 然后我们是把船啊,停在就是海中间, 然后自己游过来的, 然后我不会游泳, 但是我带了这个, 带这个floating以后, 我就可以自己游过来, 然后这个岛上有很多的小的聚机械, 带你们来看一下, 我来找一下, 刚刚又找到几只, 还蛮可爱的, 看到这个了吗, 看这个小贝壳, 这个里面有一个聚机械, 关开你们看一眼, 看, 这区还有一区在活着, 哦呼, 你看这个在脱壳, 哇他要脱壳了, 我给你们去抛一个小的, 看, 这些小贝壳没有移动, 这些小贝壳没有移动, 这些小贝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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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很小心, 这些小贝壳, 但这些小贝壳仍然会伤着你, 看这个大贝壳, 它只有一个贝壳, 它有两贝壳, 只是一个大贝壳, 真的吗, 我认为它只有一个贝壳, 没有, 看, 它是在那里, 那边, 哦, 你看, 这个比较大一点, 哦, 这个有点大呢, 他试着脱壳, 他试着脱壳, 但是他很小, 他不太能够伤着你, 这个我有点不敢上手, 因为我觉得上手可能会咬我, Mikro, 让你去吧, 走走走走, OK, 好, 我给你一些泥和枝壳, 这里你去, 躺在那里, 朱远在做push ups, 因为他觉得自己太胖了, 我们马上就要去海边了, 这次去了海边, 据朱远说可以看到海龟, 我还蛮期待的, 但是很可惜, 我没有gopro, 所以也没有办法拍, 今天话呢, 有点阴天, 这边好像每天都有点阴天, 然后每天都在刮风, 所以其实温度感觉就并不是很热, 有的时候我甚至还觉得有点冷, 我是一个比较不怕热的人吧, 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阳台的风景, 你可以看到那边的海有不同的颜色有没有, 然后那边有一个船出海了, 海岸线的地方可以看到是浅绿色,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要出发了, 那我们就海边见, 我今天去了这个海滩, 其实就在机场的旁边, 然后我已经看见好几次, 就是乌龟在冒头了, 但是一个手机实在是拍不出来, 因为手机拍出来就是, 在画面上就是一个小点儿, 你知道实在太难了, 一会我准备下水去试试看能不能拍的, 你不记得要看我, 我可以帮他到家里里的地方, 但是真的有点燃热的人, 因为你可能是在冒头上的旁边, 但如果有什么样子就要在冒头上, 在冒头上上, 看着它们在冒头上上, 看到了吗 那个是一个海龟 它冒头了 等一下 海龟 海龟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出海 但是你可以听到外面的风声 外面的风声超级的大 我严重的怀疑今天我会晕船 然后现在没有时间了 我得赶紧出发 跟他们会合 我还要自己走下山去跟他们会合 看我戴这个大帽子 我刚才说遮阳超级管用 就是你根本看不到我的脸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要出海坐船 要一整天一整天在船上 然后那船上是有什么洗手间啊 就是什么都有的那一种 但是我上次坐那个快艇 这个叫晕船 因为我觉得还挺颠的 我希望这次我不要晕船 然后我们今天坐的这个船 叫做Cathamarine 就是双体船的意思 然后这船底下就是有四个卧室 还能洗澡 还能上厕所什么之类的 就是东西设备都很先进 很全的这一种 然后坐上去也是比较平稳 比较舒服的 我们现在已经就是离港了 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 驶向大海了 然后船头的话 有两个像网一样的东西 开始我不知道是干嘛的 后来他们说这个是让你趴在上面 看海的 然后今天天气是真的不太好 可以看到天上全都是雨 据说今天是要下雨的 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下雨 现在我们是 你看到水上那个浮飘没有 就上面有个鸟的那个 我们现在是要停在那个浮飘上 把船就是固定住 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 就是游到对面的这个小岛去 其实对面的岛蛮美的 真的蛮美的 但是今天就是因为天气有点呜呜的 所以拍出来就一切都没有那么蓝 然后对面这个岛 据说是叫Sandron 我也记不清了 好像是叫这个名字 然后我现在就是游到沙滩去 然后我就不带手机了 然后船上其实还配了好多的 什么玩的一些装备 你看到Julian手里面 拿的这是一个水下那种scooter 就是一个发动机一样的东西 它会带着你往前走 这样你就不用游泳了 就是它自己就会 你一按那个按钮 它自己就会把你往前带 然后这个船就是两边都有楼梯 然后你就可以从楼梯的地方 然后下水 海水虽然说今天是阴天 但是还是很漂亮的是吧 今天的海水稍微的有点小波浪 没有那么平静一点 然后在船上的这个传统项目 就是一定要跳水 不过我因为在大迷拉了 所以我实在是不要跳水 就让Julian给你们表演一下 是不是跳水吧 那我们先让我们聊一会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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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 然后晚上回去的时候 Julian带我去吃了他一只新心宁的一家牛排店 然后我们点了湞伏牛排 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吃 因为我本身 本人对牛排这种东西不是很感冒 但是对于朱莲来讲 这一家的战斧牛排就是YYDS 但是我是觉得还好 肉的话你可以看出来确实还蛮嫩的 但是我是觉得它有点太厚了 对于我来讲 但是味道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但真的太贵了 战斧牛排太贵了 战斧牛排在美国要卖一百多美金 真的我觉得 比吃龙虾还贵 Hello大家好 今天呢就是这个在家抠脚的一天 因为今天下大雨了 今天这个雨预报说要下一整天 对本来想说去个海边也去不了了 就是老老实实在家抠脚就对了 那今天雨真的是下得还挺大的 就是整个阳台啊什么都往里灌水的这种 那我们就明天见啦 Hello大家好 我又是熟悉的场景 我又走在乡间小路上 然后旁边就是海 你们看我现在旁边就是海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然后我们今天呢就坐的是一个渔船 就是那种捕鱼捕龙虾的那种船 然后你看到我们船旁边有一个 上面停满了小汽车的船 我一开始以为是卖车的 他们告诉我是car ferry 就是有点像可以带着自行车上地铁一样的那种概念 你可以带着你的汽车一起去其他的岛玩 这样交通上面就会比较方便 然后我们今天有两个目的地 一个呢就是去一个什么什么岛 我忘记叫什么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去注念一只星星念的 那个叫什么water island 然后你现在看到我们现在停到这个岛旁边 我们是要浮浅 这边的海水也是那种就是翠绿翠绿 又绿又蓝的那种 而且海底有好多的鱼 然后他们就往那个水里面丢一点 就是你看到的是虾 他们丢的是那种虾的小尾巴 然后就会有一堆鱼上来抢 然后还有一些海鸟什么的也会过来凑热闹 就总之水底下就是很欢乐很热闹 然后我有浮浅 我看到好多种不同的鱼 就你现在肉眼用手机就能拍出来一些 就像那种蓝色的很大的鱼啊 还有一些就是什么黑白条纹的这种鱼啊 还有就是黄色尾巴这种鱼 就是大的小的鱼群什么的 就是海底下真的应有尽有 我真的觉得浮浅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而且就是不会游泳的也可以浮浅 你可以就是带着旧生背心去浮浅 也是挺爽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是去了water island 然后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猪脸这么想去water island 因为这岛上有一酒吧 就可以买酒喝 我说他怎么这么开心这么积极 然后我自己点了一个pina colada 就是海岛 就是这种加勒迪海岛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 就是水果味的郎姆酒 里边的郎姆酒给的还挺多的 所以我真的只能喝一杯 对 然后我们这次回城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不是船长故意就是把那个船开得非常的快 回去的时候那个浪真的巨大 我全身都已经湿透了 然后这次旅行呢其实还去了很多就是其他不同的小的沙滩呀什么之类的 但是看上去就比较大同小异吧 我就没有一一的给它剪辑进去 但是这次旅行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充实的 真的是把海岛给去够够的了 然后这次旅行呢 我还收获了我今天看到最美最美的日落 我们就办了这个日落结束这次视频吧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这期视频的话呢 就不要忘记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最后给你们放送一个 就是我回家以后 我发现我家猫的信仪机里 简直是太逗了 也不知道它在里面干啥 这次是太逗了